大家好啊 这个 我这个白衣服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啊 这白衣服里边这个是 巴基斯坦的 巴基斯坦制造的 made in Pakistan 这个绿衣服不知道是哪的 这绿衣服不知道是哪没写着啊 反正现在中国制造没有那么多了 这有一篇 文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双版纳70%的森林 都被砍了种橡胶 卫星上看从天上看啊 是森林 实际上根本不能吃 还有的种茶树啊 这是茶叶吗 西双版纳用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 欺骗全国 说自己的森林覆盖率增加了 即使是剩下的30% 也被当地人把地面的杂草清光了 种草药 只留下高大的树 大象吃草药吗 够得着几十米的树吗 显然不能 所以这些大象真的是不逃跑 就要活活的饿死 西双版纳现在被当地的专家称为绿色的荒漠 那么这些人砍伐原始森林 种橡胶林 种橡胶林 橡林 其实早在2007年就被报道了 那么12年14年等等年份都有报道 17年一头大象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发疯了 还踩死了一个橡胶林的工人 被打死了 而那个橡胶林几年前 还是大象生活的原始森林 这些年连续有大象闯进村子 就是因为饿得受不了 要饿死了 不得不到处跑 现在的西双版纳 相当于大象的焚尸炉集中营 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有这段文字呢 是因为前几天 有一个象群 大概十几个大象吧 经过长途跋涉 出现在了好像昆明附近吧 反正是云南省内 但是距离西双版纳挺远的地方啊 说句良心话啊 我没去过西双版纳啊 我去过云南的昆明 大理 丽江这些地方 西双版纳我没去过 但是他说这个情况 他说07年啊 就被报道过 那07年之前就有了 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呢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就有了 上山下乡 那些云南知青 他们就砍伐了大量的森林 种上了橡胶 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而且毛泽东时期啊 从六十年代 从这个甚至五十年代大约进 那会儿就大量的砍伐森林 为什么说呢 大约进炼钢铁 那个炉子就需要大量的燃料 所以很多地方大量的砍树 后来六十年代文革前 又所谓的国家各种建设 也需要木材 我们那个小时候在北京看见的盖房子 需要很多的木材 有一种木材叫沙膏啊 很多 都是大兴安岭 小兴安岭 从那个原始密林砍伐的 所以大兴安岭那一带东北的林区 早就没有那么多的 所谓的原始密林了 对吧 那么 我到那个大兴安岭那里边森林里边去过 跟着当地人 采蘑菇什么的啊 采山货进去过 早就不行了 啊 包括现在你看那个大兴安岭那边那个林业局 不都说过去你是 砍伐森林的模范 现在不能再砍了 你改成护林吧 所以呢 护林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啊 现在大量的林区的人 人口在流失 加格达奇 我跟我爱人 18年吧 我们在那住了三天 在那小城市跟当地人聊天 高峰期 13万人口 现在只有七八万了 年轻的 有点能力的 这个能走的全走了 就剩下老弱病残 然后一部分的公务员之类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你要问这个西双版纳的情况 实际上是把西双版纳都毁了 但是 这个你也白费劲了 人类啊 或者这种共产体制 做了很多错事 前一段我做了一个节目 一个北京的老知青吧 一个老大姐70来岁了 他那会就在西双版纳 他是坐着船不是去北极了吗 他发的文章里面谈到这一点了 把环境毁了 包括北大荒 北大荒过去 也是森林密布 后来说 要把北大荒 变成北大仓 啊 然后几万人 几十万人 什么退伍军人 劳改犯 知青 什么生产建设兵团的 所谓战士 不都进去了吗 砍伐 砍伐森林 然后你才能种庄的对吧 全国各地 为什么前些年 中国又提出来什么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 对吧 把那个耕地 变成森林和草原 那还不是当初你过分的向大自然的索求吗 这都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包括苏联 苏联为什么那个原来很大的一个内陆湖 叫咸海 现在都干涸了 咸海里边一滴水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就是苏联这种所谓的中央集权制 这种计划经济 在路上的河流都给你结了 让你搞这种高耗水的 大量用水的什么棉花之类的 他让哈萨克斯坦那个加盟共和国 不让他发展工业 工业只能俄罗斯联邦搞 其他的共和国都搞一些辅助的 就是不顾自然环境 不顾现实的客观规律 想起一出是一出 还有现在中国各地在江河上面大量的建这个发电站 这个修建大坝 是吧 包括这个蓝藏江 湄公河 是吧 这个已经柬埔寨那边 都有各种报道 柬埔寨那边这个湄公河这个下游 现在那个水资源已经在减少当中了 啊 逐年的在减少 跟上游中国境内大量的 修筑水坝 搞这个发电站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中国在印度 这将来对印度 是吧 这个 这个这个 雅鲁藏不将吧 流出国境不叫布拉玛普特拉河吗 对印度对孟加拉 对好几亿人的生存 都有很负面的很重大的影响 包括我们小的时候 就不是我们小时候前些年吧 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白杨殿大清河 属于海河流域 毛泽东说根治海河 结果根治来根治去 洪水都不发了 现在没水了 整个华北地区 整个京津季 几乎都没有 常年 四季或者三季啊 冬天冷 春夏秋 能够自然流淌的河流了 河流都断流了 可能内蒙 东北 山西 陕西 甘肃 青海 新疆 整个北方 这就很严重很严重的生态危机 因为他们 一把手说了算 拍拍脑袋 就做决策 包括三峡大坝 对吧 中国的生态危机非常严重 森林覆盖率 急剧的下降 这你可以问问上海人 因为西双版纳上海的知情特别多 前些年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孽寨 好像主题曲是 李春波唱的吧 曾经什么什么过是吧 是吧 那个上海知青从西双版纳走的时候 跟当地人或者知青之间生的孩子就扔在当地了不要了 是吧 回上海之后再结婚 再生孩子都有 知青在陕北也有啊 生了孩子不要了 给当地老乡 有的老乡没孩子 是吧 有一女孩 最后不都又回去北京找他爹什么的 找他妈 早就组织新家庭了 是吧 这种生灵涂炭 包括日本 当年投降的时候逃跑的时候 把很多小孩女孩为主 都扔在中国东北了 没有一万也得有几千个 是吧 中国人很善良都给养起来了 对吧 包括最近那个 经常上媒体那个日本的记者 叫什么石板明夫 他小的时候在天津长大的 可能他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后代 后来他们家回的日本 还有我认识一个吉林长春的一老头 那个我们在四川九寨沟旅游的时候 我跟他住一个房间 因为我们俩都是单奔的 别人都是一家子一家子 我们俩在一个房间 那老头娶的就是日本的孤残儿童 叫什么 反正是孤儿吧 就留下来的战争孤儿 他娶的时候不知道那女孩实际是日本人 他的养父知道 后来才告诉他的 后来他们全家回日本了 然后只有他保留了中国国籍 但是可以在日本永久居留 他老婆本来就日本人嘛 还有他的俩儿子一姑娘 加上儿媳妇女婿 孙子孙女全入日本国籍了 他们家后来要回长春 据说是开了长春最棒的日本料理店 我们下轮了